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也有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像我这么优秀的男生 也不会主动去提见家长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 怕自己不够优秀 这样岳父岳母就不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我 或者跟我交往 所以像我这么幽默风趣好玩真诚的男生 有时候都不愿意太去见家长 更不要提其他男生了 亲爱的 怎么了 那个自从我妈知道 我交了男朋友之后 就一直说想见见你 我之前觉得 我们关系还不够稳定 现在稳定了 你觉得可以见面了吗 我觉得可以见挺好的见吗 那我就跟我忙一个时间了 好好好 哇 太顺利了 他怎么感觉有点悬 亲爱的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两天陪我去见我爸妈吗 当然没有忘记 找时间我们就一起去 好吗 好啊 好啊 有意思 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你一个月前答应过我什么 你忘了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 你更不在乎我的家人 你一个月前答应过我跟我是见他 你一个月前答应过我跟我是见他 到现在都没有去 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 你有没有认真对待给我们的感情 不是的不是的 现在不是说不去 是没有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时间 你玩游戏就什么时间都合适 跟我见父母就什么时间都不合适 是吗 你家里生间有这么远 我们最近又没有愉快的假期 怎么去啊 只要你有诚意 你什么都该会解释 最近特别忙 等生意闲下的时候 我们再去 你看 是你真正 你有为我考虑过吗 我就占权就不是为你考虑吗 哼你真够伟大了哈 别这太多了吗 花钱那么大手大脚 不都是为了你吗 为我 你这么全全为我呀 你是男人吗你 我是不是男人 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你 我要跟你分手 越来越过分了呀 不要这么无力取闹好吗 我无力取闹 是你没有男人的担当 我怎么没有男人的担当呢 那你带我去见你家人呢 带我见你父母呀 你帮我问他什么 现在很多女人 当恋爱关系稳定下来之后呢 就要立马带男生去见自己的家长 对于女人而言 这是男人的一种表明态度的行为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太恐怖了 她们能够一拖再拖 能不去就不去 所以如果不是十万伙计的情况 男人会一再拖延去见家长的时间 那么想要她乖乖带你去见家长 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那么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办法 天呐 我怀孕了 这么顾忌的方法我是不会提倡的 下面才是我推荐点聪明女人该有的做法 那个亲爱的 来了 我妈最近常常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乡亲说亲切记者的 乡亲你不是跟你妈说过我们之间的事了吗 是说过呀 可我妈不是一直没见过你吗 然后再加上我那对亲戚特别八婆 我就说一点也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不是发过我们之间的合影了吗 发过又怎么样呀 这年头连租男友都可以租 更何况适合一个男人的合照呀 再加上 那个男人我妈好像挺喜欢的 所以一直着急忙慌让我回家 不过 我跟她强调了很多遍 我是真的在出男朋友 只是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 所以才没有回家一起见她 那 你妈什么反应 我妈还能什么反应啊 就笑笑呗 然后说怎么我比她还要不懂 又不是让你回家提亲呢 再加上 就说 其实就让你回家吃个饭呀 像朋友一样就好了 然后 约我们下周就回家 下周 下周 下周好像不 不过我跟我妈说了 我说 我下周很忙 然后跟你缺了一下时间 那要不下周吧 看怎么样 好啊 那我跟我妈打电话 可以可以 那我去打电话了 出发 Bingo 用相亲制造紧张感 限定了时间 但是呢表面上妥协 实际上让对方说出自己想要的结果 达到了见家长的目的 所以在发生冲突有的时候 没有强硬的命令对方 而是 找到对方的痛苦点是以进攻 就像这次 男生觉得女生处处为他着想 表面上暖心 实际上呢 如行当中 答应了女生的所有要求 就像这次 你不说 男朋友都会求着让你带回家 哇我跟你说 这东西真的好神奇哦 这次我用了它 我老东都离不开我了呢 对呀 我自从接受这个宝贝子 我男朋友把家伙全包了 碰都不让我碰耶 我呀 我也用了这个 然后因为用了它 我结束了我18年的备胎生活 不错哦 我擒拿住了 我一直暗面的白马 哇 恭喜 恭喜 你们说的这个宝贝 到底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呀 宝爱微信公众号 这么巧 我也在关注这个呢 我和老婆现在夫妻生活 变得更加和谐了 宝爱珍惜一个神奇的宝贝 谁说不是呢 宝爱 两性情感问题专业解决机构 你值得拥有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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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